我住的这个旅馆前面有个甜品店 他住房就给你送一个早餐 有烤送的一个套餐 今天又是迁徙的一天 去高手 要麻烦拿一个阿里山双拼 又收拾了 自强哈 你们都说有桌子 哪里有桌子 刚才找到桌子 这一次听却在车上吃 阿里山的双拼店 好 搬到桌子 是不是正确 梅子在里面好特别 我建议每个便当杯要放梅子 好清爽 你知道到高雄大概不到时间吗 嗯 35分至40分吧 嗯 我感觉我是捡一份 是台湾的饮食 你是那个华侨吗 对 你自己来喔 你是不是被包客了 对 退休了吗 现在高雄休战 在大修建 有没有 高雄比台南又要热一个度 超热的 就是老的呀 高雄不像是台南嘉义那种 路很宽 楼很高 哼 看起来是个比较新的城市 现在正在美丽岛站 听说这个站特别有特色 要进去看 还有旅行团专门来看这个站 这是有什么故事吗 哦 这顶上都是画 我看了一下好像严城铺那附近 有特别多好吃的 到时候看一下 据说美丽岛这个名字是往外给台湾去的 过去大航海时代 荷兰人啊 西班牙人发现了特别多的美丽岛 在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湾 都是用了相同的说法 就是FOMOSA 那台湾是其中的一个美丽岛 好像高雄的鸭肉 是不是特别有名 然后我在这附近搜到一个叫做鸭肉针 我现在去他们家吃鸭肉 看到了在对面 鸭肉针 上面已经可以看到写着65年老店 这种有零有整的时间我就特别相信 因为很多店子都愿意说自己是什么百年老店啊 是吧 65年肯定就说65年了 你好我要一个鸭肉饭小的 然后有鸭肉汤吗 鸭肉汤就做外面了 然后鸭肉 鸭肉饭和鸭肉汤 看得好棒喔 我觉得这家应该没找错 看这个大小 现在是下午三四点钟 然后 咱们家还挺多人 因为这个点通常就没人吃饭了 先喝一口汤 好香 看看这个鸭肉汤里面有多少鸭肉 超多的 我的天哪 这还有一个小家伙想吃东西 好棒啊 这是鸭肉加那个肉道 不对 不只是肉道 里面还有别的味道 感觉有梅干菜的样 太棒了 就是鸭肉饭了 我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是这个点来的话 他们家应该超级 肉料真的是超多 不管是鸭肉饭还是鸭肉饭 老板 你们这边最有名的几个菜是什么 看你要吃饭 还是要吃冬粉 就是饭和冬粉最有名的 对 所以鸭肉和鸭肉 他们需要两个饭 两个冬粉 对 看看他们家除了鸭肉饭和鸭肉汤 还有什么 鸭肉冬粉 还有下水 鸭肉真的 鸭肉饭 真的很好吃 我点的还是一份小份呢 总共鸭肉汤加鸭肉饭 加鸭肉饭 加鸭肉饭 是130 我觉得真的是越往南 物价越低 因为它两份里面的鸭肉真的量都非常的扎实 鸭肉饭里面是鸭肉加上肉燥 刚刚那个应该是个韩国人吧 我猜应该是韩国人 然后还要我做推荐 我作为一个观光客 居然在给其他的外国人做推荐 然后我去问了一下老板 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鸭肉中本的鸭肉饭 现在呢我去那个博尔艺术特区 哦 已经看到高雄港了 那个牌匾 看一下 高港领囊 暢旺八方 高雄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 没有人 真的是没有人 就是很大的一个城市 我昨天下午来的时候 在那个站前大街那边 到现在这边港口区这边 都不太有人 路上 我有一种路上的垫子要比人多的感觉 所以说那家鸭肉店的生意好啊 下午三四点钟应该是人最少的时候 但是他们家就是零里玩外还有那么多人 好特别哦 这个居然是人行道 哇好像轻轨从中间经过耶 高雄人好幸福哦 连这个轻轨都是网红 怎么办好喜欢高雄哦 好特别 我待会儿一定要坐一下这个轻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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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马头的气息 好有艺术感呀 是不是我跟他合照也会成艺术品啊 这也太大了吧 我现在在这儿我现在在它最中间的地方 但是你看它的区域有多大 怎么办 怎么办我觉得这种艺术特区就是你完全拍不过来的感觉 居民楼都可以这么可爱 这是十二生肖 哦有兔 猫的手 不会是猫吧 哦是虎 这是虎 这是龙 嗯 这就是传说中会旋转的那个桥吗 所以你转过了 我要上桥了 这是旋转的 大港舱7号 然后这边是8号 这些舱现在就是逛街的区域 里面都是些男装女装什么的 太可爱了 看这件 这个东西肯定是船上或者码头上的东西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吗 现在是座椅 到了港口 高雄港 看到这个景我又想唱一首歌 古朗鱼四周海茫茫 海水鼓起波浪 古朗鱼遥望着台湾道 台湾是我故乡 安全第一 你是不是就玩我 还没有订阅我 唉 宝宝睡醒了 著名的輕軌軌道 就這個畫面 我就在這等輕軌了 不是我也不對 我要去 到了哈馬興站 我都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景點 就是看到好多人下車 感覺非常出篇的樣子 因為我發了帖子在YouTube上面 有人建議我就坐輕軌軌 但真的是沒錯 剛剛從上一站國外藝術中心到這一站 哈馬興又是一個可以軌軌 看這個列車 好可愛喔它 我坐了快一整圈了 從天亮坐到天黑 並不是很推薦 如果沒有必要不需要多 好誇張呀 我坐了整整我覺得有一個多小時吧 光榮碼頭 光榮碼頭 自強夜市 距離光榮碼頭 走路500米 現在去自強夜市吃晚餐 要一個白糖果 啊 花生芝麻 對 花生加芝麻 好 花生加芝麻 嗯 好吃喔 嗯 好吃喔 好好吃喔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看到這個拉絲了沒有 不知道在吃什麼呢 第一次吃白糖果 也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今天感覺不是一個自強夜市的輪次喔 可能 本地會有一個口訣說 哪天應該去哪個地方 我要一份那個蚵仔煎 要整個半小時喔 要半個小時 要半個小時 對 我還說不是自強夜市的輪次 隨便找一下要等半個小時 我的天啊 買這個蓮霧 買一個就好 可以直接吃的嗎 對啊 哪個是最熱門的呢 很難說 很難說啊 人家看著真的 有日子的嗎 比如說周一是哪個比較厲害 因為我去台南是這樣的 沒有 這裡沒有分那個 這邊不像台南 夜市都是每天都是運營的 剛剛買了一個蓮霧 看看它長什麼樣 怎麼我看到的顏色會比它更紅一點 紅綠紅綠的 就是很淡的顏色 看起來不是很誘人 我很想找家店坐下來吃 但是我就站在路上吃好了 我有點可憐 跟我想像的口感完全不一樣 跟我想像口感完全不一樣 好多水啊 裡面 好喜歡呀 味道有點像梨子 好喜歡好喜歡 這太超乎我的想像了 好多水啊 我這來了以後我就吃了那個芭樂 這是第一次吃蓮霧 也是我這一輩子第一次吃的 獻給了你 就是這個點 太好吃了 好多水 就是感覺 感覺你 就你完全不用去買果汁 你就直接吃它就好了 那倒嘴巴裡面就變成水了 就是一包 一個水包 這就是一個水包 蓮霧就是一個水包 就看到這邊有一個蚵仔麵線 從來沒有吃過蚵仔麵線 你好 我想要一個蚵仔麵線小的 裡面吃啊 裡面吃 裡面吃小碗的 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 大腸 好重的蒜味喔 好特別的味道 蚵仔麵線 爆買出來 就是所有的蚵仔麵線裡面都有 大小的 還是只有高雄的 可以 它其實是那個 有點酸辣的 我發現台灣的蚵仔麵線 都特別喜歡勾芡 不管是那個 魚湯也好 還是這種麵線也好 第一次吃蚵仔麵線 我覺得就是 非常神奇的一個祖符 因為大腸是滷的 就是其實就是沒有那麼新鮮的 就經過很多加工的 但是那個蚵仔 又是超鮮的 就感覺剛剛從那個肺裡面弄出來 總體來說非常好 非常好吃 現在在美麗的高雄港 如果你也想跟隨利偶的出門生活 歡迎點贊評論 當然如果能夠訂閱開啟小鈴鐺就更好啦 謝謝大家